我想这个柬埔寨的事件 之前吵得沸沸扬扬 最近虽然被其他议题盖过去 我们还是要把问题继续的追踪下去 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 柬埔寨人口贩运的事件 其实它代表的是什么 它不是单一事件 它衍生的是我们国内 整体经济果实分配不均 青年人没有未来 根据主计处的统计 7月份的失业率是3.78% 创8个月的新高 总共有44.8万人没有工作 其中20到24岁失业比率是最高 将近13% 25岁以下青年的就业者 有一半的劳工月薪不到3万块 以前是大家要来台湾 是国外的这些青年朋友 来台湾来打工找工作 现在变成台湾的青年朋友 要到东南亚去找工作 这样的状况 这样的政府 你认为还可以信任吗 曾几何时政府沾沾四喜 说去年的经济成长率 达到这个6.28% 创下11年的新高 但是我们年轻人 现在却争先恐后的 跑到柬埔寨去当台老 甚至有被诈骗的风险 而且这个被人蛇集团 来去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锁定海外打工诈骗为目标 遭到人口贩运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 非常不好的一个社会现象 那我想政府应该 针对这个事件来彻底的检讨 我们看到在这上个月的时候呢 主机总处他还公布了一个数据 说上半年的平均薪资来到6.2万元 那很多人就觉得 6.2万 所以我是拉低平均那个人吗 就很多人就觉得 怎么会是讲这样子的数据 然后包括呢 他可能也有提到 像是在这个人均GDP的一个上升等等的 就是很多美化性的一个数据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 青年的失业率接接攀升 然后包括贫富差距呢 已经来到10年新高 这才是让很多年轻人 相当有感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的政府 跟我们提到新南向政策 我们去东南亚 我们可能有些很多的台商 包括很多的台商 其实也都去东南亚设厂 但问题是怎么会突然沦为 我在台湾的年轻人 我竟然可以相信 我去到东南亚 我去到柬埔寨 我可以赚得比台湾的薪水 还要来得高 我觉得这是蔡政府 他必须要去检讨 他要去重新思考 到底怎么会变成这样 难道这是所谓新南向政策 它真正的一个含义吗 我相信这不是嘛 这已经不是他原本的原意 我觉得这个是 在整个根本性的问题上面 政府一定要重新的 再去做一个审视的地方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